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是您每个月的住房公积金有多少 我估计答案不外乎是几百块钱 或者说上千块钱了不起了 如果我跟您说 有人每个月有1万块钱的住房公积金 你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这事还真的有 根据央广的新闻报道 您看看 这个事还真不是假的 最近的一份名为 兰州石化党委办公室2011年度 职工住房公积金明细账的文件 让人看红了眼 兰州石化是中石油的子公司 文件上显示的52人 单位为其缴公积金超过9万元的 就有10人 最高的达到了12万 这平均下来每个月1万块 如果说再加上自己缴纳的存额的话 个人公积金账户一年16万7 乖乖大手笔 当然了 拿到这些钱的都是科技以上的领导 由于职工拿的少 所以这事就被捅出来了 不过您别看中石油这家子公司 发公积金有这么大的气魄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他的营业 他的这个业绩的话 那确实是太让人失望了 2012年兰州石化实现营业收入为742亿元 巨亏48亿元 亏了48个亿 你还有能力给干部发上万元的公积金 哎呦 想想这万元公积金 再想想那蹭蹭直涨的油价 个人心里除了羡慕嫉妒之外 更多的恨 对于这件事 我们来看看媒体方面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新闻网 纵横 中国广播网纵横点评的说法 说隐姓福利既可以是一块香皂 也可以是一套住房 当人们眼红公务员国企隐姓福利的时候 兰州石化的万元公积金将国企的隐姓收入拖出了水面 公积金本来是用来缓解中低收入群体被高房价困扰的良药 但是原本的雪中送炭如今变成了社会分配公平的隐姓杀手 福利体系不应该成为高收入者的展示的平台 更不应该是低收入者的伤心地 彰显收入分配公平正义必须清除隐姓福利 不过